真的效率十分之快 王金平现在想在这一场政治风暴当中起死回生 只能够靠司法了 昨天他跟法院申请两项假处分以及一项民事诉讼 但是其中一项假处分的内容 禁止国民党把丧失党籍证明书寄到中选会 但是因为证明书就已经寄到了 很可能被驳回 因此王金平重心就放在保留党籍的假处分 那么因为假处分最快要一个礼拜才下来 王金平昨天晚上就使出了杀手键 跟法官提出紧急处置 要让法官先有个裁定 等到假处分判决下来 王金平能不能起死回生 重新拿回院长的宝座 现在政治面上面已经没办法 所以他求助司法面 王金平被国民党开闸开除党籍 保全他立法院长的唯一希望就是透过司法 他的反击就是透过律师地状 提出了假处分和民事诉讼 当中假处分分成两项 分别是禁止国民党送党籍上市证明书到总选会 以及判决确定前让他继续行使党权 而民事诉讼则是确认他的国民党党籍存在 并且让国民党前脚开完考机会 后脚就把证明书送到了中选会 第一个假处分很可能会被扑回 而王金平的唯一希望就是 法官准许判决前保留党籍的假处分 因为假处分最快要一个礼拜才会下来 所以王金平连夜使出杀手键 提出了紧急处置 要法官先给个临时的裁定 拖到假处分的结果出炉 法院还没有对于撤销党籍这个事情 做一个判断之前 让我继续保持国民党的党籍身份 这样子我就保住立委的身份 也保住了立院院长的身份 审核制定法律的王金平 现在能不能重新拿回立院龙头宝座 得看民事庭的法官怎么判 昨天新闻留说一个奥乡 台北报道